第三个 笔尖 各位很多人一看到笔尖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会怎样 破财 笔尖会破财 那笔尖会破财 各位 笔尖会破财 各位 笔尖真的一定会破财吗 他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破财的现象 各位 笔尖破财 请问一下笔尖在什么情况下 他才会产生破财的现象 很多人只要一讲到 你要知道一件事 很多人只要一讲到笔尖 笔尖他第一个想法就是破财 但是 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笔尖他在某一种情况下 他才有机会真正的会破财 有人说有财才会破 当然这是先决条件 有财才会破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笔尖破财 他要在哪里碰到了 他就很危险 他在大运流年 笔尖结财 碰到正偏财 或者是正偏财 第一个 第一种的组合 你们时常会听到我讲 笔尖碰财必破财 各位 笔尖碰财必破财 他要怎么笔尖碰财 他要怎么笔尖碰财 各位 最快速的方式 就是大运流年两个直接碰到 是最快的 大运笔结 流年正偏财 或者是大运正偏财 流年笔尖结财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就算有救 有救的情况下 他本命有一个食伤 比肩身食伤 身材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我们说过了 他都只剩下什么 半条命 这种情况不是都剩半条命吗 各位 半条命就表示怎样 比原来怎样 好还是不好 各位 比原来少一半 你认为这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对不对 所以他就算里面有来救 是不是都剩下一半的力量 所以 排列组合 比肩身食伤 来生财 连续相生 各位 连续相生 老师 这个是好 好个头 好 各位 这个 通常那一年的财运都不怎么样 一样 都一样 有官杀 有一样 所以 虽然今年是这种情况 各位 虽然是这种情况 这时候 我就要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既然你今年一定破产 那我跟你说 你把钱交到老师这里 有老师帮你保管 这个是最棒的 了不了解 所以虽然赶快赶快 这时候说不对 说把财备合走 妈的 女人妈真是善不变 好 各位 那另外一个碰到了 也是会出问题 另外一个情况 碰到也会出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大运流年 那各位 第二种的 你们认为是在哪里呢 老师已经透露 透露了 第一个部分是大运流年 提示了 那第二个部分在哪里 碰到了 笔尖 结财 碰财 又会出问题 哇 这个流月流日 快变了 AC都快变神经病了 流月 我刚刚讲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笔尖碰财 必破财 你流月 你流月要干嘛 我问你 你一个流月要干嘛 笔尖碰财 必破财 那绝对是要有两个东西出来啊 你一个流月要干嘛 所以是哪里碰到哪里 哪里碰到哪里 碰碰碰 对不对 大三元 大四喜 错啦 妈的 神话总算答对了 哎呀 很难得 给大家给神话拍拍手 给他呢 哇的一声 哇 然后呢 老师再给你呢 哇 卡妈 今天神话 总算越来越厉害了 哎 没错啊 流年 流月啊 各位 一定要什么 笔尖碰财 我们常常讲 笔尖碰财 还会破财 所以一定是这一种的情况 了不了解 一定是这种情况 所以 你只要碰到这几种情况 你在 你假如是这一种情况 你在当月份 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你假如是第一种情况 大运跟流年 那就是在这一年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一种情况 各位 所以这一种情况 就是 我们最容易会产生破财的一种像 那你其他的 基本上 我们讲流年 大运 神秘 你来讲 你这边有财 你这边有笔节 我们不要说什么啦 里面有个食杀 你也克不到食伤 还是一样 比肩生食伤生财 但是他这边月里面 他假如遇到财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所以 各位你要知道说 什么叫做整体的排列组合 那什么叫做 比肩碰财 必破财 必破财的 这一种的情况 他们是不一样的 不然的话 很多人迷迷糊糊的 他不是比肩生食伤生财吗 为什么会破财 这边不是碰到了吗 对不对 这边不是碰到了吗 或者这样 不是财生官克比肩吗 但是他这边不是比肩又去碰财了吗 所以各位要记得 动态的部分 动态的部分 比肩加财的时候 他假如产生了破的下 那就真的破财 只是破的严重 跟不严重 本命有来救 那就比较没那么严重 那本命没有来救 那就会破的特别严重 他就会破的特别严重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八字里面是有两种现象 一种是整体的状况 一种是动态的现象 他们两个其实不是一致性的 他们两个不是一致性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了解到 这是不一样的 虽然很有可能财生官克比肩 我不会破财 但是还是一样 产生的是什么 动态的部分 肩甲财 在这一种情况下 财运虽然有被救到 但是就会怎样 偏弱 财运就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各位要去注意这一块 动态的部分 动态的部分 但是你们有的时候不会查这个东西 你们不去细分这种东西 你们就会全部就一连相生相过去 哎呀呀 这一年他的财运很好 实际上他可能是变得更弱 他实际上是变得更弱 所以各位你就会要了解 这就是很多人不明就里的地方 以为连续相生就很好 以为连续相生就很好 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一回事 了不了解 实际上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这个就是整体论 还有动态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 动态的一个部分 他的影响性会大于一个整体的现象 动态部分 大于整体的现象 年月现象一样 不然现在怎么全世界都会一样的状况 全世界都在新冠疫情 对不对 不都一样吗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说动态的部分 那静态的部分 这一边是来做调整 严重不严重 对不对 严重不严重的一种状况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所以 我们在之前都说 批流年 妈的都在批假的而已 了不了解 批流年 批假的而已 为什么 流年 你看起来很好 可实际上他不见得 为什么 你还有动态的要考虑 批八字不是就只有单方面 了不了解 他还有动态的部分 这两个你要去考虑 你才会知道你的一个状况 真正的状况是在哪里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动静 这之间的一个作用状况 动静之间的一个作用状况 很多人是不会查这种东西的 他以为 连续相分就很好 结果到最后才知道 根本就没有那一回事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讲一句 比肩碰财必破财 各位 比肩碰财必破财 他 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他是要懂的人才知道 你不要以为 我本命比肩碰财必破财 那一回事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去了解 你才会更深入 否则都只是一种表象而已 了不了解 很多都是一种表象 那你只会表象的话 那你的一个批命的准度 那各位 几乎都是用猜的而已 几乎都是用猜的 所以各位 这种东西 不是就只有笔尖碰财 他才会产生这样 所有的互克都是一样 都是动态的部分 了不了解 你们又不要像前面我所讲的 因为都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而已 都不会举一反三的 所有的互克 动态的 就算本命这一边来就 都是一样的现象 都是一样的现象 所以各位 了不了解 学东西 请你们要思考 不要只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 这样子 你在思考东西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 只是流于表象 而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 你都没注意到 你以为会好 结果到最后都不会 风水是这样 八字也是这样